年的回忆 泡泡是有魔力的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看到泡泡都会被莫名其妙的治愈 心里充满欢喜和快乐 在很多设计师的世界里 泡泡也是创作的一种灵感 今天我们测评一款可以吹泡泡的相机 就是这款泡泡相机 我们来拆开看一下 你看就是这款泡泡相机 一个粉色的小猪的相机 非常可爱 另外还送了两罐泡泡水 还有一根袋子 就是可以挂在相机两边的袋子 还有三节电池 我们给相机先装入电池吧 哦哦哦哦 杀坏了 装入电池 装入电池 然后还要给它装入那个泡泡水 这后面是用来装泡泡水的 我们选了一瓶 就把它装进去 吸盘放进去 然后只要拧紧盖子 把它塞进去 这就是它的带药 这样就装好完毕了 我们来喷射一下 这里有个开关 一二三 哇靠 好梦幻 它会放音乐 边放音乐边那个 我们把这个袋子也装好 这样的话可以挂在我们的脖子上 两端都把它套好 挂在脖子上 是不是非常的粉嫩呢 吹泡泡啦 哇 哇 它好梦幻 我这么感觉我瞬间变柚子了 不过还是非常开心的 全是泡泡 你看我的桌面 全是泡泡的水质 等会要擦一下 有点脏 总体体验下来的 那这款泡泡机还是非常好玩的 出泡量也非常多 而且出的也比较迅速 春天的时候带着它去公园 去吹泡泡的话 应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小孩子应该会比较喜欢 平时作为一个小摆设 其实也挺好 非常的可爱 一只小猪的这么个形象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给我点个赞加关注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有什么新奇的东西 想推荐给我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